熊爷爷和他的旧木屋 森林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池塘 池塘里流着清清的水 塘岸边长着高高的树 还开着雪白的芦苇花 小动物们很喜欢小池塘 每天都要去玩 去小池塘一定要经过一座小木屋 小木屋已经很破旧 里面住着一个捡垃圾的熊爷爷 熊爷爷长得已经很老了 大概是老式弯腰捡垃圾的缘故 他的背也已经脱了 熊爷爷很孤独 他多么希望从门口走过的小动物们 能到他家里来坐一坐 哪怕是来淘碗水喝 他也会觉得很高兴的 熊爷爷向小松鼠招手 小松鼠走累了吧 来来来来 进屋来歇一下 小松鼠瞥了一眼熊爷爷那张很老很老的脸 皱了皱眉头 装着没看见 蹭了一下 窜上了树梢 绕过了熊爷爷的小木屋 跑了 小狐狸 小狐狸 走累了吧 来来来来 进屋来坐坐 熊爷爷向小狐狸招手 小狐狸朝又破又旧脏兮兮的小木屋看了看 在鼻子里轻轻哼了一下 昂着头大摇大摆的从熊爷爷的家门口走了过去 熊爷爷又向小白猪招手 小白猪 走累了吧 来 快过来吧 进屋来喝口水 小白猪拱起鼻子 朝旧木屋闻了闻 突然大叫肚子疼 然后就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 一滚就滚过了熊爷爷家的门口 唉 小动物们都不喜欢熊爷爷和他的旧木屋 熊爷爷很伤心 有一天 小动物们正在吃汤边玩得开心 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下起了暴雨 小动物们吓坏了 拼命地跑 可是暴雨很大 家还很远呢 眼前能躲雨的就是熊爷爷的那座旧木屋了 可是 可是 我们以前都看不起熊爷爷 他会让我们躲雨吗 小动物们正犹豫着 突然看到熊爷爷站在门口 又在向他们招手了 小动物们连忙跑进了熊爷爷的旧木屋 诶 怪呀 不知道为什么 小动物们再也不觉得熊爷爷又老又丑 再也不觉得小木屋又破又旧 熊爷爷用洗得干干净净的毛巾给他们擦脸 他们闻到了一股香皂味 熊爷爷端来了凳子 他们抢着去坐 熊爷爷给他们水喝 他们觉得那水是甜的 大家围着火炉又唱又跳 哦 外面的暴雨停了 也没有人知道 在这些转发结训练 熊羊爵